哈啾 好可爱 请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我?可以吗? 当然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 虫虫竭力 形影相调 宝宝 就叫苍虫吧 苍虫 嗯,好名字 哦,对了,还有 我希望你们留在我们家 不要再四处流浪了 好,有了小虫虫 我想我也不会再孤单了吧 谢谢你们 是我们谢谢你才对 虫虫,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干爹咯 虫虫乖 房东先生 这个煤气管老化了 万一露煤气怎么办 还有啊 你说家电都是齐全的 你自己看 冰箱又臭又脏 连门都关不上 喜记的外壳都生锈了 不知道会不会漏电 还有还有 连最基本的日光灯都打不开 我也不检查这个电视机 有没有毛病了 十八寸黑白 还真是古董啊 这样的房子 你至少要再便宜我一半的房租才行 难道 还有这插头 哎呦 一个月才两百块钱房租 这样的价格 你在哪找去 三四百的房子条件还没有我这好呢 但是我是一次性付清四年的房租哦 房东先生 哎 我知道 你是学生 我也没多收你钱呢 平安心讲 两百块钱一个月已经是便宜的 不能再便宜 现在都什么年代 是吧 什么东西都在涨 这样吧 我收你九千块钱 还有那六百块钱呢 那就当是修修补补的费用吧 你刚刚也说了 什么东西都在涨 六百块怎么够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就把维修的费用也算算清楚 哦 对了 我还要再看看卫生间 哎 卫生间绝对好的 没有问题 哎 好的干嘛不让我看 有鬼啊 啊不不 不是不是 嗯 那就看看吧 好了 看过了啊 不错吧 哎 我我们去外面躺吧 等一下 还好 打扑是好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过没有问题的 哎 出去吧出去吧 等我再看一下 哎 好了没呀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挑剔的房客 我下午还有别的事情 好了 仔细的检查一点是应该的 换了是你去租房子 八成比我还挑剔呢 哎 房东先生 这个马桶怎么还在抽水啊 啊啊啊啊啊 这个马桶有点漏水啊 过头就好了 漏水 这个叫发洪水好吧 这个样子 我上一次厕所发一次 一个月的水费 我怎么吃的消啊 哎呀 这点点水啊 要了 哎 四年了 好好好 八千五 你再修下这马桶 不能再便宜了 等一下 又咋了 为什么 这个马桶里的水 变成红色的了 呃 呃 呃 大概是那个 水管生锈了 这 这是铁锈吗 为什么会锈的这么厉害 而且 我怎么觉得 这个像血水 等等等等 五千块 四年 租不租 不租拉倒 哎 租 那 刚刚那个红红的水 是怎么回事 没事 放心吧 太久没用了 很正常 那好 我们签租借合同吧 签好 我就把钱给你 好嘞 钥匙给你 那我先走了啊 哎 哎呦 终于把这房子租出去 一百 两百 三百 四百 喂 干爹 房子租下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如你所料 多少钱啊 五千 比住学校还便宜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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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一定是故意装傻的吧 是你教我的 干爹 害得我像小市民一样 在这里杀架 哈哈哈 我叫苍穹 从今天开始 就住在这间房子里 我家里除了老爸老妈 还有我最喜欢的干爹 从小别人都说 我长得更像干爹 可惜从小就戴了副眼镜 这副眼镜 是干爹在我三岁的时候做的 因为 我老是会看到一些 常人不该看到的东西 哎 该洗漱了 明天是第一天上课 我可不想迟到 你闹完了没有 你再闹下去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很满意你白天的表现 让我省了不少钱 不过从现在开始 请你不要再作怪 不然的话 我把你封到这个水箱里去 一辈子都出不来 看来你不信 我姓苍 我的祖先从唐朝开始 就是降妖师 你这样的小鬼 我只要一下 就可以把你打的魂飞破散 你可以说话 我听得见 你看得见我吗 看不见 不过 确切的说 我是不想看见 我其实 只要摘掉眼镜 就可以看见你 那是人鬼殊途 我没有必要和你有任何的交集 希望你以后 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还有 你不要碰到我 我是通灵体质 我 我已经孤独十二年了 没有人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我都快忘了怎么讲话了 我忘记最好 不要 我想和你 和你说说话 就说说话好吗 我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你先把你这些无聊的把戏收起来 好 你是学生吧 应该是学生 我白天听到房东这么说的 我也是学生 哦不 我死的时候也是学生 你叫孔 你叫什么呀 你应该是大学生对不对 是不是附近M大的学生 我以前认识认识大学的 嘿嘿 啊 对不起 听你的声音 我以为你是男生 下次你自己注意点 我是男生 靠 是男生还叫什么叫 哼 吵什么吵 再吵我 我就把你扔进马桶里冲掉 你睡了我的床 你听着 从今天开始 这间屋子 包括这张床 都是我的 你不要再来烦我 那我睡哪里啊 鬼不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的吗 你怎么跟别的鬼不一样啊 沙发地板 浴缸马桶 随你挑 我要睡了 别打烦我 喂 琼琼 这里打雷下雨了 我害怕 干爹 这么晚了你还来骚扰我 明天我要上课的 妈呢 打麻椒还没有回来 那爸呢 捉鬼去了 听说他在那户人家埋伏一夜呢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又不可能过来 那你陪我交电话 你当我钱多啊 等明天我去装复电话再陪你聊啊 干爹 你看看电视就不怕了 实在没节目看的话 就看看樱桃小丸子的VCD 晚安 我睡了 我睡了 子鬼 你在干什么 我 我的肚子在叫 你可以吃东西吗 我已经十二年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 好想吃顿饱饱的饭 我只有太平苏的啊 给 吃完了不要吵了 谢谢你 你真是好人 你真是好人 我这不算虐待吧 我这不算虐待吧 你真是好人 你姓苍 你姓苍 叫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人是不可以把名字随便告诉一只鬼的呀 不知道 鬼是很狡猾的 你说你不知道 我能信吗 你是不是M大的学生呀 是 念什么呢 历史 历史啊 我也想念的 英大学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要是没死就好了 说不定也能进去 你自己选择死亡的 后悔也没用 你 你怎么知道 第一 你没有当该死的时候死掉 就会一直徘徊在阳间做鬼 第二 你只能待在这间房间里 说明你是自杀的 只有自杀的人 死后才会一直被困在自己的死亡地点 干 干嘛 谁说不能出这间房间 你出得去的话 干嘛不爱出密室 外面垃圾箱的西瓜皮堆得像小山 你怎么不去啃 嗯 年纪轻轻干嘛自杀 高考落榜了 你骗人 你刚刚说的是 我要是没死的话 说不定也能进去 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 或者你在高考发榜前就死了 算了 别人是怎么死的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有 还要有什么事 你要不要想吃到 就不要来 我怎么就이나没想到 你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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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来 你不要去哪 你不要来 我不要来 我把你这个地方 我不要来 你不要来 至爱小鬼 这都失光了 连海台里的干燥剂都被他吃掉了 那可是干爹买给我一个月的口粮啊 让你做我一个月的佣人 还真是便宜你了呢 喂 喂 琼琼呀 在干嘛呢 不干嘛 刚吃好早饭 你的飞用呢 今晚呢 琼琼啊 你下来好 好不好 干什么 我在你楼下 今天还有逛街吧 喂 我今天出去逛街 走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说过中午会煮面的 我有事出去不行了 你吃也是死 不吃也是死 有什么关系 我不在的时候 不准动任何东西 不过 今天允许你煮面 两包都可以煮吗 可以 但是不要忘了 但是不要忘了 官媒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干爹不是普通的人 从我小时候开始 干爹的容貌就没有改变过 老爸说 只有神仙才会一直年轻补牢 老妈 老妈也说过 当年要不是干爹 我早就胎死腹中了 所以 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干爹 可是干爹太美形 七分像女孩 三分像男孩 长大 长大之后 我总是会被误认为 早恋 干爹 你怎么来了 人家想你了吗 喂喂 你那个小鬼 在阳台上看你 目光很神奇哦 虫虫 别看了 人家被我一说就进去了 你一直这样仰着脖子 酸不酸啊 嘿嘿 虫虫 你看到过他没有啊 没有 没兴趣 走了 哦 我可感觉 那个小鬼 又在后面偷看你了 让他看 反正我很帅 你真没意思 不过也算了 那个小鬼 长得好难看哦 非常非常难看 不是一般的难看 你看了 一定会吐的 那你怎么没吐 没吃早饭 我买给你吃 好 我要吃叉叉放下鸡蛋粥 死鬼 过来 我买了许多吃的给你 啊 是给我的吗 真的吗 是 你真是大好人 你就不能换去新鲜点的吗 早上那个人 是你女朋友吧 好漂亮哦 你一定交过很多女朋友吧 关你什么事 一定是的 因为你长得很帅 你这个没谈过恋爱 去玩蛋了的人 少在那发表言论 谁说的 我又喜欢的人的 小孩子的恋爱游戏而已 无聊 你说什么 小鬼 而是没死的话 已经三十岁了 你还叫我医生叔叔呢 你叫我小鬼 活得不耐烦了 嘿嘿 你问错了 应该是死得不耐烦了 不过我真的是 死得不耐烦了呢 啊 你别吓我吃的 哎呀 鬼牙尸呢 啊 尖叫 又是尖叫 这只死鬼的特长就是 吃 哭 叫 我刚刚 摸到它哪里了 这只小鬼 不会是全弱的吧 死鬼 死鬼 没反应最好 从今天开始 你有种 就别再发出任何声音 臭小鬼 买东西给你吃 还不理我 你想吃 我给你贴张福 看你怎么吃 今天早上 干爹说 那个小鬼 长得好难看哦 非常非常难看 不是一般的难看 你看了一定会吐的 喝我鸡的小时候 干爹 我也要吃 穷穷穷乖 这个冰激凌好难吃哦 非常非常难吃 不是一般的难吃 吃得我都快吐了 可是 他自己 却在那吃得十分起劲 不用想就知道 那个冰激凌好吃不好吃了 那个小鬼 现在肯定正累汪汪地盯着那包吃的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这样就能吃了 那只小鬼的存在 真是对我良心的重大考验呢 啊 睡觉喽 哎 小鬼 孔如 孔孔 如如 嗯 干 干嘛 你怎么没吃你的东西 苍先生没有叫我去 我不敢去 我知道昨天苍先生一定生气了 那你昨晚在干嘛 我盯着这些零食盯到早上 刚刚睡着 呃 你现在 饿不饿 饿的话 可以吃掉它们 好 谢谢苍先生 苍球 放心 球锅球 哎呦 没事吧 对对不起啊 我船球没穿好 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务室 没事 只是 镜片碎了 我帮你配 哎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配就行了 求我不打了 你们慢慢玩 我先回去了 老板 老板 帮我配一副瓶光镜 平光的 好 好 等一下 很快的 你们有的年轻人就喜欢戴眼镜 这样可以增加点书生气 我把你放下来 对不起啊 听起来 我看你 把你放下 它 那么 我看你 我看你 好 昨天去的,莫名其妙说句就句了,有什么事儿啊? 没,没有,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啊,这样吧,等他回来,我叫他打电话给你。 嗯,那就这样,拜拜。 四干爹,等用到他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那只小鬼相处,已经有一个月了,每天晚上,他都会等我睡着后,守在我身边,为我赶走蚊子。 每天,在我回家之前,帮我擦席子,就在我每天走了之后,给我整理书桌。 唉,看来今天,我是注定要看到他了。 熊熊,你回来啦。 回来啦。 孔如,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可以和干爹媲美的男人。 错了,他不是人。 瘦弱的身躯,可爱的脸,柔柔的头发, 只穿了一件大寒衫,露着两条粉嫩粉嫩的小细腿。 你的脸怎么了? 哦,今天打篮球的时候,被球砸到的。 那,我买了吃的。 好多好吃的呀,有包子耶,要是杏花楼的叉烧包就好了。 你喜欢杏花楼的叉烧包? 嗯,嘿嘿。 恐恐漂亮无双,恐恐可爱无敌,出了他的吃相。 我又不能说,恐恐,你的吃相能不能斯文点? 嗯,恐恐,你吃东西的声音能不能小声点? 嗯。 嗯,更难看了。 不过,看着他吃的津津有味的样子,我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 装了一个月,好不容易干爹回来了,我又可以戴上那种看不见恐恐的眼睛。 结果,才一天没看到恐恐,就又配了副冰光镜。 在外面戴着不见鬼的眼睛,一到自家的楼道里,就换上普通的眼睛。 回家,还要用悟空仪器的眼神。 恐恐明明就在我跟前,却要盯着门对面的窗帘看。 前几天,告诉干爹眼睛坏了的时候,干爹的第一句话就是问, 怎么样,恐如是个大臭男吧? 要是被他知道,我在恐恐面前戴的是普通的眼睛,一定会被他取笑三天三夜的。 不过,这个,秀色可参嘛,不参则浪费,是吧? 专专,生日快乐。 谢谢。 快来许个愿吧。 好了没有啊,做人不可以太奢侈的,许一个愿就够了。 好了。 好耶,可以吃蛋糕了。 等一下,我的生日礼物呢? 我不是人,我没有礼物送给你。 没礼物,可不准吃蛋糕啊。 我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我真的没有礼物送给你嘛。 那么,你就亲我一下吧,就当是美女,送我的生日之吻。 可是我是男生呀。 没关系,反正我看不见,我可以幻想。 好,好,好吧。 好了,切蛋糕喽。 诶,恐恐,你哪一天死的? 问这个干嘛? 下次,买个生日蛋糕送你啊。 什么?那你应该问我哪一天生的? 死人,都是庆祝死祭的嘛。 是,是吗? 对啊,你要什么样的蛋糕? 什么样的蛋糕? 嗯,我想要一个漂亮的草莓蛋糕,上面写着给亲爱的孔孔。 喂喂,谁是你亲爱的呀? 啊,对不起对不起,但我没说过。 嘿嘿,你还没有告诉我哪一天是你死悄悄的日子? 好像是4月23日,可是,可是我不喜欢那一天,我可不可以过我的生日? 可以,无所谓,哪一天呢? 7月30日。 嘿嘿,恐恐,你嘴边上有奶油。 啊? 怎么了? 你,你看得见我吗? 呃。 你不是说你看不见我的吗? 呃,我,我的眼镜坏掉了。 什么时候掉的? 上次,打篮球的时候。 那你刚刚还叫我亲你,明明看得见我,怎么把我换成美女啊? 哎,开玩笑嘛,逗你玩吗? 你不会生气了吧? 就,就是嘛,我想呢,我差一点点就误会了呢,我真笨。 糟了,弄得这么尴尬,还不如早点告诉她的好。 唉。 恐恐,恐恐,你睡着了吗? 房屋的记忆,请你展现十二年前的4月23日吧。 啊,你们放开我,我求求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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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不要问我。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我不想看到你了。 我求求你了。 真的 对不起 口口 轻名 原谅我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明天傍晚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想走想要向前看 爱要怪几个晚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不停下风落自地铁和日白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号码牌